鞠躬 解荒 深深一鞠躬 向往生者至上醉深敬意 看著一張張生前照片 笑得開心 如今只能追憶 令人鼻酸 十二號中午 華蓮縣府舉行 聯合公祭 靈堂四千朵大白菊花 佈置成翅膀的意象 希望往生者能趁愿飛翔一路好走 希望災民還有往生者家屬 能夠盡快恢復一切正常的生活 當然後面我們還需要 跟縣政府這邊繼續合作 即使期間大雨攪局 在場的人依舊心念一致 陸客面對喪葬事宜 更是千頭萬緒 陸委會主委張曉月也承諾將盡力協助 這一次的不幸的事件 陸委會非常重視 因為有九位 九位是從中國大陸來台灣 自由行的觀光客 所以我們特別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 來協助他們的家屬來處理善後 祭上白絲帶要和摯愛的家人 永別了 家屬戴著口罩低頭不語 忍住淚希望在眾人的祝福聲下 陪伴親友走完最後一程 帶來新聞周先生李健寬 花蓮報導 花蓮報導 感谢您的观看